9月20日,高云祥性侵的暗风波,已经有了半年之久,这一天高云祥性侵暗期审开庭,在高云祥被妻子董玄保释出狱之前,网友一直以为高云祥在监狱受苦,没想到保释后高云祥首次露面反而胖了不少,让人惊讶。 而这次高云祥七审露面,胸眼可见依旧圆润,看来在澳洲生活不错,伙食较好,七审只有20分钟,依旧时间不长,不过这20分钟之内,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。 在信迁案刚被曝光的时候,张希提交的证据并不多,缺乏重要的证据,而张希回去睡一觉才来报警。 和张希跟王金在KTV接吻,凭日与王金的亲密状态,让大家对张希所言行限度并不高。 而这次受害人张希拿出了长大半小时视频证据,里面透露了案件详细过程,视频证据的提供,可以说对张希十分有利。 反之,视频证据的提供,也让高云祥几乎穷途末路,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还有呆商却。 但是张希是凭证据的量出,几乎可以宣告最终的胜利,不过高云祥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底牌。 张希自己的证言法官的相信度并不是十分高,因为张希曾经五次修改自己的证言,这五次修改,里面值得商却的东西非常多。 9月23日,台媒报出高云祥报申请,与两名普通证人和受害人张希当庭对质。 律师要求当庭对质的理由就是张希五次修改自己的证言,并且高云祥律师要求当庭对质的意愿非常强烈,对于张希而言,当庭面对高云祥压力非常大,而高云祥要求当庭对质,很有可能针对五次证言的修改,在其中挑破张希在证言中的一些谎言和漏洞。 而且高云祥改于当庭对质,想必也有自己的底牌,目前来说,这应该是高云祥最后一波,赢了的话很大可能绝地反击,如果输了的话,那么高云祥面对的局面就不太乐观了。